哈喽大家好,我是阿昌,今天来到这里干活,感觉到这个卫生间设计在这个楼梯底下的后面,感觉还是可以的 这个是小户型哦,占地是60多个平方而已,大概是8米乘8米这样,楼顶面积呢是90多个平方 这个卫生间呢,它是这样搞的,它是设计在楼梯底下的后面,看没有就是这里 它后面是没有建有那个房子的,它是上面飘出而已,然后后面自己加盖了一点,加盖了那个树枝吧 上面大概飘的话是,好像1米多吧,没注意,1米2这样吧 然后它上面的每一个厕所呢,它都是在这个位置直直通下来的 就是感觉它这个厕所门口对的这个,它就正在做厨房 它没有做厨柜,在乡乡下的就是这样普通的搞这样省钱就可以了 这个是简单搞一下,这个是小厨房 这个厨房对这个卫生间门口好像总感觉有点不对劲不太好,大家怎么看呢 不过这样确实是省地方啊 它这个厕所还有这个厨房这个,它是没有做的,是后面加加上去 这些墙都是加的,然后自己盖了个那个棚,小棚 像前面这里楼梯,这里也可以放点其他东西呀呀,也可以做个小柜子 给大家看一下二楼,二楼的卫生间也是在下面那个卫生间的楼顶 它是每个卫生间都是这个位置了,它上面这里是飘出来的嘛 下面的话就没有,下面是它自己搭点小棚的 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见到下面没有,它达多了一点位置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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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